英国发明家与汽车改造专家艾德 改造了一部电动冰淇淋车 不久前标出了时速119公里 成为速度最快的电动冰淇淋车 荣登今世世界纪录 至今它已经累积拥有六项汽车速度相关的世界纪录 艾德柴纳花了两年多时间 为冰淇淋车的电气化开发一系列的改装套件 最近在英国约克郡的飞机跑道上 成功挑战原本时速72英里的世界纪录门槛 最终以每小时73.921英里 相当于时速119公里 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全电动冰淇淋车 在缔造这项纪录之后 艾德计划公开它的改装套件 让因为排放问题 在伦敦某些地区被禁食的冰淇淋车 可以重返道路服务人群 甚至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 包括这次记录在内 艾德是六项汽车速度相关世界纪录的保持人 同时他也是一位拥有广大观众群的 英国知名汽车维修节目的主持人